東京奧運會剛剛閉幕 而球壇兩大勝士 歐洲國家杯和美洲國家杯 上個月亦曲中人散 球王美斯終於首次代表自己的國家 阿根廷贏得美洲國家杯冠軍 不是只要踢了很多聯波 便自然會有球王美斯這樣的成就 由受訓到正式成為職業足球員 不少人都經歷一段艱辛的路程 看看1981年香港青年足球員 踢職業足球之路 在香港做職業足球員 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根據足球總會的1979至80年度的聯報 在香港的3200多名球員當中 只有254個是合約球員 其餘3000名以上 都是業餘性質的 通常要做一個職業球員 首先要由青年軍或者預備組打起 現時每一隊甲組都附有一隊預備組 有部分球會的預備組球員 是有月薪和有宿舍住的 不過大多數的預備組球員 每個月都只是拿二三百元的居馬費 因此很多有潛質的球員 都因為生活問題要被迫放棄足球 另尋職業了 至於球會方面 也都大多數講求實際 如果要每個月支付幾千元薪水 給一個不能夠賺錢的球員 還要等他兩三年對他加以訓練 他日成財與否還是未知之數 要這樣冒險投資來培育一班球員 未必所有球會都做得到 好像近年足球圈 有很多新秀 都是要經過一段日子 才能做到甲組球員 我三年前到 從同學上來拿會考預備組 被教練挑選到 就預備組都踢了一年多 那年剛好很多甲組球員受傷 所以教練提升我上去做甲組比 太多了 會踢到兩三場 能夠過得上去 可以適應比賽的節奏 教練開始慢慢給我聽 我們20萬有沒有機會拿 不知道 希望能夠拿到十萬獎金 如果我們能夠入到一球 也有三千元 球員除了新水 還有贏球獎金 但是多少 就視乎個別球會的經濟疑定 何況出賽也未必一定是贏定的 在職業足球制度下 球員雖然與球會簽有合約 但也並沒有絕對的保障 合約只要限制球員不能夠任意轉會 但如果球會對球員有所不滿 是可以隨時用很多理由 例如未盡全力 與球隊踢法不能配合等等 來中途與球員解除合約 我們考慮到關於他們的合約問題 合約是現在所簽的英文 我們害怕有部份球員不太認真了解 我們考慮將他譯為中文 使將來免了很多勞之糾紛的麻煩 成功的路程中沿了一條小管 這樣下去咱們百分之糾紛的麻煩 都不敢吃 一條小管 女士就此似乎重新燈 1215 起筹 微